大家好 我是老船長 今天跌的爽不爽啊 老船長爽死了 對 台北股市 今天小跌250幾點 是外星人要打來台灣了呢 還是老共發動攻擊的 好像都沒有 對不對 那為什麼從頭殺到尾呢 就散戶今天盤中很忙啊 拼命的揮刀志工 在砍股票 砍在阿呆股 我講過很多次 我說你的股票 如果是王冠宏的話 代表它在多方架構 你可以稍微怎麼樣 續爆一下都沒有問題 因為它是多方架構的股票 它很有可能會怎麼樣 再來一波 可是如果你的股票 已經變成王冠黑了 換句話說你的股票短線翻空了 你要做一件事情 就是看我測標 對 顏色停損 我講了很多次 什麼 沒有安裝喔 我這邊寫的嘛 對不對 我知道你沒有安裝嘛 我只是告訴你 如果你手上有這一套系統 它可以幫你審掉 避開你的財富 大幅縮水的這件事情 對不對 等一下我會舉例子給大家聽 那你好好的去想一想 你今天來到股票市場 你赤手空拳 對不對 或者是呢 你依賴你的老師 那你的老師呢 一心一意呢 只想騙會費 對不對 好比說 這個盤有人講空啊 對不對 問題是從一萬兩千點講空啊 最近喔 也不過就跌了這幾天嘛 五天嘛 對不對 什麼時候講空 這裡講空啊 有人準時收看喔 更有人膜拜喔 交會費喔 就完全跟事實相反 還是有人會相信 那為什麼 因為這個世界 一樣米喔 仰百樣人 我告訴你 什麼樣的人都有 對不對 有些小孩子 就很認真讀書啊 很聽爸媽的話 又孝順父母 那考了好學校 出社會 成為這個社會的棟樑 有的小孩子就小屁孩啊 就不學好啊 對不對 最近大家看到一個新聞 當然看了也是不聲唏嘘啊 兩個少女十六歲 在心電的摩鐵被殺了 欸 一個年紀輕輕對不對 正直青春年華 她的人生 她的世界多麼美好 那這一走誰最難過 她的父母親 對不對 那大家就要去想一個問題 為什麼 對不對 大家都是吃米飯吃麵長大的 差別這麼大 就是你自己 你自己要負很大的責任 當然啦 因為青少年啊 在學校老師會教 在家裡父母親會監督嘛 可是你自己要不要負責任 當然要 那你來到股票市場 你已經是成年人了 老船長呢 只是在旁邊跟你叮嚀說 欸 記得要顏色停損喔 你都不願意啊 對不對 那不相信了 我們現在就一豬一豬來 被我點到名的 你不要太難過 我不是針對你 好不好 我只想透過今天這一個節目 因為我平常講你們不會甩我嘛 蛤 色停損開什麼玩笑 大多投行情欸 欸 台北股市喔 早就翻空了 各位 請導播照最近 已經翻空 今天是第三個交易日啊 翻空第一天的時候 小弟我坐在這邊 就告訴你們說 台北股市短線終於翻空了 我沒有用猜的啊 我是用科學的方法 Your teacher 你的老師 每天胡說八道 要崩盤要崩 講了老半天 各位觀眾 這一段時間都在多方啊 每天胡說八道有沒有 哇 終於跌下來給他猜到了 我們不需要猜啊 我們就很精準的 在三天前告訴你 台北股市翻空短線 這就是用科學的方法 對不對 你就不會被人家騙啊 你現在之所以 會被人家騙得團團轉 被人家當豬腦袋窄 就是因為你沒有一個 很科技的超盤工具 對不對 那當然啊 永遠就是在這一邊嘛 是不是 這張圖我很喜歡啊 告誡天下所有的投資人啊 不要做豬腦袋 你一定要做頂尖的超盤手 不是用嘴巴講 你要有工具對不對 我們是用王冠AI系統 很清楚嘛 要不要猜 不用猜啊 今天是翻空第三天啊 如果你問小弟我 大盤 台北股市是 短線是多還空 我直接告訴你空啊 那短線空有沒有可能再翻多 有沒有 我現在問你有沒有 這個是不知道 對你看有沒有可能 有沒有可能 這裡不是也是短線空嗎 有沒有翻多 有啊 所以這邊有沒有可能再翻多 也有可能啊 那也有可能直接下去細啊 那要猜嗎 不需要猜嘛 你每天鎖定小弟的節目 當然啦 你有安裝的朋友 盤中你就看得很清楚 你不用等到收盤後 來看我的節目啊 很緊張 這個大盤怎樣 我告訴你啊 從你們學的技術分析 各位看一下 這個高點叫左肩嘛 要死也要拉上來做右肩再下去 你聽得懂嗎 是不是 但我從來不猜 因為我講難聽一點 關我們什麼事啊 我們又不做台子旗 我們又不做選擇權 對不對 我只是說提供一個服務 你們來看我的節目 我用科學客觀的方法告訴你 台北股市什麼時候翻空了 而不是每天用一種哇 宗教的方式啊 每天在那邊洗腦啊 跟觀眾說要崩盤 從一萬兩千點 講到一萬六千點 你看看他的會員有多慘 一萬二到一萬六四千點的行情 做多賺到翻過來 一毛沒賺到還被嘎死 對不對 好啦 這幾天大盤跌下來 開始耀武揚威了 對不對 然後呢 會員有沒有賺到 沒有啊 你看你的老師在點名 這一支跌 那一支大跌 這一支又完蛋 結果你是他的會員 你都沒有收到抗訊 都沒有去放空啊 所以那一種是怎麼樣 表演型的投顧分析師 你是他的會員 你就很清楚老船長講的 你根本沒賺到錢 就像很多做多的老師也是一樣 天天漲停永遠大賺 會員都輸死了 這些都是表演型的 明白嗎 你只有參加到老船長的會員 你才發現扎扎實實啊 我敢講全國只有我一位做得到 光說節目內容說謊不實 我個人下十九層地獄 不得好死 跟你們沒關係喔 請觀世音菩薩作證 這個事我發了十幾年 全國只有我一個人敢發 我不是作秀我講了十幾年 你的老師敢嗎 嚇了半死每一集都在騙啊 對不對 敢發誓嗎 是不是 好 那我們現在來看一些股票 我希望你沒有 但是你要去想 老船長喔 現在給我們看這些股票 它的意義到底在哪裡 第一檔叫4966 好 4966 這一檔叫普瑞 普瑞是一檔高價股 對不對 也是一檔非常機優的股票 但是 在昨天普瑞已經翻空了 換句話說 昨天普瑞是紅的喔 各位觀眾注意看喔 我們的系統告訴你是空 老船長世界上還有這種事情 對 換句話說 你昨天本來要去買普瑞的 假設你昨天性高采烈 要去買普瑞 結果呢 盤總你一看 翻空了 你不要去買 那有沒有人會灑到今天才去買普瑞的 一堆人啊 對不對 1920張 一張 多少錢 你告訴老船長 蛤 這是多少錢的股票 968塊 一張將近100萬 有哪張 那 為什麼有人去買 就是因為它沒有安裝我們的系統 它認為普瑞已經跌得夠多了 是吧 從這裡開始跌跌跌跌跌到昨天嘛 昨天在這裡好像只跌了 那今天早上去買 等一下拉上去漲停爽歪歪 是 你告訴古海老船長 有安裝這個系統 跟沒有安裝 你來操作普類有沒有差別 天壤之別 千金可以買早知道 我們有安裝的人 我們會不會今天去買普類 不可能三個字 哪一個點都不可能去買 因為它昨天已經翻空了 但是你看得出來嗎 昨天這麼漂亮的紅K 你看得出來昨天翻空 看到沒有 昨天 它是基歐股 你去買就掛掉 那什麼時候可以買 小朋友都知道王冠剛剛紅 這裡買有沒有機會大賺 你告訴老船長 所以看測標 你沒有安裝 對不對 那翻成王冠黑 你就要顏色停損 很多這個投資人 哎呀我射停損 我萬一賣的 它要拉上去怎麼辦 你千萬不要有這種想法 你有一次遇到鬼你就完蛋 有些股票它往下跌跌跌 跌了幾十% 你早點射停損 總是好事 誰叫你要買錯股票呢 對不對 導播 古海茫茫茫茫茫 您需要一位頂尖領航者 古海老船長 我們擁有陣容最強的 IR團隊 提供您上市上櫃第一手訊息 我們擁有 日夜盤最先進 王冠AI智慧系統 方向清楚掌握制服關鍵 顧德頭顧老船長 是您古海中的一盞明燈 顧德頭顧諮詢電話 0800-555-808 0800-555-808 您的理財專家 顧德頭顧 我們擁有一流證券 期貨分析師陣容 多空雙享操作 為您累積財富 金融市場 位居多變 您需要更全瞻 更專業的團隊 但您您避開風險 再創財富巔峰 顧德頭顧 洽詢電話 0800-555-808 0800-555-808 想了解最新台股走勢 股市民視 現階段手中的標股 您想知道的一切 都在股動乾坤 好 那如果你看普瑞 昨天是不是漲對不對 你昨天他翻黑了 你就馬上射停損 假設你有普瑞的朋友 今天這一根跌停關你什麼事 那你不射停損 今天這一支跌停你就吞下去 很多人不會射停損 因為普瑞昨天是漲的 看到沒有 這一根紅棒 你叫他射停損 怎麼可能 對不對 這禮拜一 禮拜二要開始往上大漲 老船長你懂不懂 所以操作的紀律 如果你很堅持 你可以在股票市場長長久久 你不堅持 有一天遇到了鬼 你就完了 走向歸零高之路 離開股票市場 再去工作 1 2 3 4 5 6年再回來 老船長你這個一氣呵成 那當然 對不對 好 我們再來看一檔股票 叫做4770 好 4770就更離譜了 這傢伙 他叫上坪 從這裡開始翻空了 這沿路都有人加碼攤坪 因為家裡面很有錢 他們家開中央銀行的 加碼攤坪 各位看 這是不是像一個底部 一個橫盤 對不對 這邊買進 準備往上走 是 這裡的任何一天可不可以買 任何一天可不可以買 王冠黑任何一天打X都不能買 遇到王冠黑就要準備顏色停損 你可以在這邊射停損 你不射停損 是 今天跑去買的人恭喜啊 對不對 你以為收在平盤附近嗎 再問一次各位觀眾 你們覺得有安裝跟沒有安裝有沒有差別 如果我講完這兩檔你還是覺得沒有差別 基本上那你也就是所謂的豬腦袋嘛 四十百在眼前嘛 你不要跟我講 哎呀千金難買早知道 當然可以買早知道啊 這裡可不可以買 不行啊 這裡可不可以 不行通通不行啊 因為這都是王冠黑啊 你買進去掛掉啊 對不對 會買進去掛掉的人都是沒有安裝我們的系統啊 因為這傢伙早就翻空了 所以不要鐵齒 我們人都有我們的能力所不及的地方 你要用科學的方法來輔助你操盤 這才是怎麼樣有智慧的人 而不是哎呀這些都不是什麼東西 我自己最厲害 然後怎麼樣把錢輸光了 這股票沒做耶 神經病了 對不對 老船長 我現在開始喔 覺得你講的話有些道理 好 那你再往下看下去 這一檔叫很有名的3443 超級有名 它的名字叫創意 看到沒有 創意讓很多投資人心碎 我很受不了這些投資人耶 安裝我們的系統又不要錢 對不對 你加入我的會員 我就把這一年 十幾萬的系統送給你 這一段時間你以為在打底 這王冠黑你是看懂了沒有 這裡可不可以買不行 不行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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通通都不行買打叉對不對 那你在這邊就要設停損了 然後呢你去買別的股票 結果你不要 你在這邊跟他混了一個月 頭髮也白了 牙齒也掉光 你知道在股票市場喔 時間就是金錢 你設停損你去做別支股票 去買王冠剛剛紅的 總比你在裡面混要來的好吧 結果你得到的結果就是 3443 今天送你一個將近跌停 我再講一次 早上這些人該不該買 應不應該打屁股 應不應該 是不是千金可以買早知道 可以吧看這裡啊 都王冠黑可不可以買不能買啊 那為什麼有人去買呢 沒有安裝我們的系統 那創意這股票這麼好老船長 照你的說就不能操作 可以啊什麼時候買 王冠剛剛紅嘛 國小一年級喔 我大概交一兩次就會 來看這邊 王冠剛剛紅去買會不會賺 你用你的左眼或是右眼來看 隨便一隻眼都可以 王冠剛剛紅去買創意 有沒有機會賺錢 你真的不要問老船長 所以要操作創意 要賺大錢 有安裝我們的系統 輕輕鬆鬆 沒有安裝我們的系統 我告訴你 早晚走向對 歸零高之路啊 你經得起幾次這樣的灌跌停啊 你很有錢我知道 但是有一天你會變窮光蛋 因為你不相信科技 我常講啊 很多人現在還在用智障型手機啊 你說你年紀大我不怪你 因為有些長者他真的不適合用智慧型 這個我們不能夠去批評人家 你年紀輕輕的啊 你在社會上你沒有智慧型手機 你怎麼跟人家來往啊 對不對 那有了智慧型手機 要聯絡什麼事情都很方便啊 不相信大家明天開始不要用手機嘛 那你的生活就一團亂啊 亂七八糟啊對不對 那為什麼 我們的生活跟科技是離不開的嘛 因為我們現在處的社會是充滿科技的社會 不是清朝時代 那你操作股票你還停留在清朝時代 你好不好笑 對耶老船長 所以我希望你明天桌子上面呢 有一台操盤系統 當然你看不上我的操盤系統 我無所謂 但我要跟你講一個觀念 你一定要操盤系統 你不要告訴我你桌上放的是轟天雷 轟天雷不是操盤系統 它是報價系統 有沒有 你看轟天雷你根本看不出來 什麼時候翻空了 你不知道 你只知道收盤收多少錢 933 這報價系統 沒有用的 你與其在家裡安裝轟天雷 你不如安裝我們的系統 明白意思嗎 好 我們再往下看 6679 這些股票我希望你都沒有 來它叫玉泰 12345678 玉泰翻空八天了 它叫6679 同樣好笑的事情會不斷的發生 再問一次 今天早上可不可以買玉泰 可不可以 哪一個跟我說可以的 老船長你不知道 這玉泰跌很多了 買完都會拉漲停鎖住 爽歪歪 對 跌下來也蠻爽的 對不對 可以叫救護車 可不可以買 可以嗎 不行啊 你看啊 王冠黑的啊 能不能買 不能買 都不能買啊 對不對 這裡設停鎖 你這裡設停鎖 這一段跌就關你什麼事啊 對不對 哪邊做多 這邊王冠剛剛紅 可不可以做多 可以啊 太多的例子告訴我們 投資人的一生啊 甘願在市場被人載割 也不願意用一個 一秒鐘就知道多空的系統 對不對 好 再往下看 很精彩的 一株一株來 4977 來 這是今天 這是昨天 昨天就翻空了 換句話說 今天可不可以去買仲達 可不可以 我現在問國小一年級的 昨天就翻王冠黑了 今天可不可以買仲達 這問國小一年級 他就跟你說 叔叔啊 我們又不是豬腦袋 對不對 昨天就翻王冠黑了 今天也是王冠黑 打差不能買 對 所以小朋友這邊不會去買 懂不懂 都是一些自以為是大人買 買完就叫救護車了 來 告訴老船長 千金 可不可以買早知道 你要有安裝啊 你看我測標啊 你沒有安裝啊 對不對 所以對你來說是沒有差別 你都不知道 有安裝的人都知道啊 是不是 好 再來 3141 有沒有 這個又翻空第四天了 他的名字叫金鴻 3141 老船長 怎麼都在重複同樣的事情 對 我告訴你 豬腦袋會做同樣的事情 他會在同一個地方跌倒 這叫豬腦袋 是 夠不夠清楚 哪一檔不是一模一樣複製 科學 什麼叫科學 同樣的實驗你做21次 得到相同的答案 那就叫做實驗的認證 叫科學 而不是用猜的 怎樣怎樣 那個沒有用 我們要的就是這樣省準 不會跳來跳去 變來變去 那這個系統 推出來 已經怎麼樣 一週年了 已經一週年了 我有跟公司商量了 現在是 四月底吧 那這個週年慶過了以後 我希望過幾天 五月一號開始 你參加我的會員 除了要交會費以外 那麼這一套 我大概就不要用送的 因為它本身一年就是十幾萬 過去這一年 我也毫不吝嗇的 我認為參加會員 我把這套送給你 對不對 那麼經過了一年之後 大家公認神準 我在節目上 一而三再而三的印證 對不對 那所以說五月一號開始 那如果說這一套要收費 我就很抱歉 那這個週年慶呢 會到四月大概二十八號結束 也就是這個禮拜五 你看了很久 你今天收盤之後 昏倒叫救護車 你的股票已經套死 摊在那邊了 那是因為 你沒有安裝這一套系統 有的話 你早早設停損 你不可能會發生這種悲慘的情況 是吧 把握最後倒數的週年慶 五月一號開始 我要考慮要收一年十幾萬的費用 大家能夠體諒嗎 對不對 五四到四月二十八號 現在開始撥打安裝是免費的 本服務公司與所推薦非期之客 也有大證券 無不當制裁物利益關係 以往之績效 不保證未來獲利 本節目資料僅供參考 投資人應獨立判斷 隨身評估 並自付投資風險 CNBC CNBC CNBC